在东北季后风和异常气候变化的双重夹击下 菲律宾棉兰老岛今年首两个月 遭遇多场强降雨引发严重水灾 其中金达沃省发生的土崩就夺走了98条人命 是的 根据世界气候归因组织最新的研究报告 棉兰老岛灾区接下来还是会出现更多的水灾和土崩 但是当地的预警系统却总是山山来迟 让灾区的民众来不及撤离 死伤惨重 由于车法足够的数据研究人员认为 棉兰老岛当前出现平密的强降雨和洪灾 无法完全归因在气候变化 但是在气候变化之下 棉兰老岛有必要加强灾害监测 尤其是预警响起之前 棉兰老岛东部遭已经暴雨不停 凸显了警报系统形同虚设 作为海岛国 菲律宾每一年平均遭受20次台风洗礼 造成巨额损失 准备 你不是要离开